无论两人发生什么争执,男人都不应该动手,否则很容易就变成了恐怖情人。近日这件发生在大马的家暴事件。就是最好的例子,马兰西眼女摩林云与小她八岁的律师男友Peter交往两年。女方曾经送给她许多名牌礼物甚至一辆兵士跑车。 没想到男方给她的回报,竟然是无止境的家暴。让她忍不住在直播中向网友求救。过程实在惊险不已。林云曾在2012年与台湾饶舌团体Sugar Daddy合作推出专辑。也得过许多届的亚洲最性感DJ冠军。 而她也不隐瞒自己是人工美女。全身上下都曾多次动刀。林云在3月23日直播时,对网友表示,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件事。刚刚下飞机回家就和男友分手了。 她一直打我手机。还要进来。我把自己锁住,我被她打到头破血流很多次。两年以来我已经忍够了。她现在不离开我的家。每天都在恐吓我,我等一下还要飞冰城。 现在被人口吓出不去。这是直播中突然出现男友Peter的身影。不仅在窗外偷窥还大吵大闹。让林云忍不住向网友求助,麻烦大家分享出去。如果我今天有生命危险。那是谁造成的?结果才刚讲完。她的卧室房门就被疯狂撞袭。让她赶紧用肉身阻挡。随着撞门声越来越大。 林云也害怕的哭了出来。像看直播的网友大喊救命。而直播到了11分钟时突然中断。过了几分钟林云在脸书写道,她锁了我的Wi-Fi。救我。接着又PO出Help Me。希望粉丝能够帮她。情况非常紧急。最后林云的朋友赶到。陪她前往警局报案。她做完笔录回到家之后。 在脸书PO出多张照片。都是她两年来被家报的照片。令人触目惊心。林云也解释为什么不直接报警的原因。 因为对方除了熟知法律。还有许多律师和警戒的朋友。即使报警之后也未必能够让她入罪。 只能靠着直播让大家看到她的暴行。也留下影片存证。林云也表示。这两年来不断被男友施暴和威胁。原本一直催眠自己男友会突然醒悟回头。两年了。我真的受够了。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看到房子内的状况。实在很难相信她到底受到怎样的对待。 来看看这段惊险万分的直播影片吧。长得不帅就算了。还这样对待自己的女朋友。实在是名副其实的渣男。 只能说她实在太夸张了。